我今天講的故事 它是發生在新北市 哪一個地方我不能說 那高中是圈圈高中 它其實就像我們以台北市來講 台北不是有信義區嗎 對啊 就信義高中 松山區松山高中這樣 它是新北的什麼什麼區的 什麼什麼高中 圈圈高中 算是名校 它這個故事呢 有三個 第三個是老Z自己當事人 好 它這個是校園操場 這是校園操場 來 那這一間不是哪一間嗎 好 這邊操場這一區 它以前是第四公民 後來這邊整個填平之後變操場 但其實在這個校園後山 你們用衛星地圖去看了 還是看得到 這邊其實還是有公墓 那他們修建這邊是一個路口 一個山裡的步道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個步道 有沒有 然後下去 然後這邊是一個出口 所以它這邊也有做改建 有一個八卦 八卦石 有耶 對 有一個八卦石 代表是要正在那邊 這個就不好講 這邊有個八卦石在這裡 故事一開始呢 是有一對學警 他們在晚自習的時候呢 晚自習差不多到了一個七點的時候 他跑去後山就從那邊這樣爬上去 兩個人就是可能念書念淚了 上去山上繞一繞 後來夜自習結束 我們小時候都知道夜自習結束 差不多九點了 九點快十點了 那兩個女生都沒有回來 哎呦 慌了 同學都慌了 男同學趕快去找教官幹嘛呢 去上山去找 後來找到了 同學 那麼兩個女的就在這個 八卦石那邊 幹嘛 依偎在那邊發抖哭 然後問他什麼事情他都不敢講 發生什麼事都不敢講 好就先去警局 當然也沒有被性侵 沒有被搶劫什麼都沒有 但發生什麼事情不敢講 兩個人嚇到不敢講 所以應該就是撞鬼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故事呢 他們一樣是在這邊發生的 當時是高中都有銀星嘛 那銀星就會有一個什麼 壯膽 遜膽 有啊 橫木圓走啊 他們那一年的銀星呢 就是 半個裝嚇人啊 學長對不對 沿路在這邊可能 A放在這 B放在這 然後會會會 然後學弟妹就這樣子進去 然後這樣繞一圈下來 一個一組呢 就一個學長或一個學姐帶 然後他們就帶上去 上去之後就看到 學長突然間跳出來 啊 然後可能什麼學姐扮鬼啊 這樣後來到一樣 這個八卦石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他們看到一個學姐穿著白色衣服 拿著梳子在梳頭 哇這個在墓園 或是深山看到這個都會怕 大家就有點害怕 帶頭的學長就說 趕快走趕快走 我們趕快走 沒有留在現場的感覺 但學弟妹還是認為那是假扮 就還是在那邊發出那種聲音 後來學長忍不住就說 不要再叫了 我們沒有安排這一趴 我們沒有安排學姐在那邊 然後學長那時候講得很小聲 那個書頭那個女鬼 聽到抬頭對著學長笑了一下 所以這個學校發生兩起的事件 這是網路上面找得到的 那老Z呢 那時候我在做這條專題的時候 做這個鬼故事直播的時候呢 我就跟老Z閒聊 他就說哎他想到 哎呦你讓我想到我高中有撞鬼 他就講到這所學校 真實的事件 對他說當時有一天 禮拜一的早上他去上學 就發現一進教室什麼 大家同學就男女的圍在一起 在那邊洗洗水水講事情 然後就覺得女生就還覺得 然後男生就在講 他就覺得什麼事就過去騷動 主講者叫做楊同學 穆逸陽 他是同軍社的一個社員 他說在六日的時候 他們辦了一個同軍社的銀星 剛剛前面有兩則故事了 所以其實他們代代的 學長姐相傳都知道 真的不要再去後山辦 會鬧事 所以他們敢辦在這個學校內部 一個摸字型 然後他們辦在這個地方 中間這裡辦了一個銀星夜宿校園 那他們的活動是怎麼樣呢 當天呢他們就是 第一個活動是一樣訓黨 半夜的時候呢 第一組人員從這邊走樓梯 走這走廊 一樓走到這邊轉角 然後再過去 然後在這邊集合 然後這邊在第二組過去這樣嚇人 那中間就安排一些學長姐在嚇人 那就是人數這樣一直走走走 走到這邊人就越來越多嘛 這邊就越來越多 就開始學弟妹就說 哎你們剛剛有沒有在那 有在飲水機那裡 哎呦呦呦 怎樣就討論 對啊 他們說在這個第一個轉角孔 就安排一個 他說在旁邊的廁所有一個飲水機 飲水機旁邊站了一個學姐 然後在那邊盯著他們看 他們覺得很可怕 但是學長聽到之後 第一時間就發現不對勁 他們沒有安排人站在那裡 那是誰 不知道 大家就心裡有數了 第二他說當天是月圓 所以基本上學校的空間照亮的很明顯 他們抬頭一看 四五樓的這個樓梯走廊 一堆人在走 有的是攀在那個欄杆那樣往下看 然後有的是走過去就往下看 然後有兩三個人低頭往下看 男男女女老老稍稍都有 那一看就不知道是警衛 不可能警衛十幾個人 十幾個警衛在那邊讓 當然嘛 學長姐聽到之後就想說 好那就趕快搭帳篷睡覺 好今天就結束了 那帳篷有分內帳外帳 內帳就是像屋子這樣 外帳像是一個屋頂這樣 這一次不用等到第二天早上 學弟妹講什麼 學長姐就自己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內帳就躺著嘛 內帳有人走過去 踩他們的帳篷這樣走過去 輕功 就感覺臥虎長龍也不可能拍這麼多集啊 就這樣子從他帳篷這樣踩過去 然後早上來收帳篷的時候呢 內帳確實有腳印 而且是沒穿鞋子那種 踩過泥土的腳印 他們就整個嚇傻了 然後禮拜六辦完禮拜天早上起來收內帳不就嚇到嗎 禮拜一要上學嗎 禮拜一一堆學弟妹請假 通通不是發燒就是拉杜 對啦 所以大家都對 刷掉 然後不見得是怎麼樣就刷掉 所以這件事情才傳開 大家才想說會不會是因為學生第一半活動經費不夠 所以就敗拜的時候可能敗東西不多 但是一敗就引來一堆好兄弟嘛 然後大家就圍觀在看 所以那時候可能學弟妹就是一圍觀多英氣一眾 可能職場弱就會被刷掉 對 而且我說實在有些時候 敗拜有些時候跳鬼爛鬼 可能他連敗都不一定有敗 什麼意思 我說有些時候 內帳 這個內帳不是 是帳篷的帳 內帳 然後外帳 老Z就幫我打說 欸你懂我講 我打電話給我那個楊同學 他說再把這個故事念清楚一點 清楚一點 他那時候講講講 是是是怎樣怎樣 是內帳喔 當時我也聽到內帳 我想說 什麼鬼故事講到有死人噴內帳 這個學校還能談 太恐怖了吧 太兇了吧 我那時候講 哇這個精彩這個精彩 我一下聽聽看 就聽完是帳篷的帳 是內帳跟外帳 不是內帳 不是臟氣外露那個內帳 真的差太多了 然後這位楊同學呢 現在是某分局的分局長 喔所以是講真的 是真的啦 而且這學校應該是 節目的最後跟你推薦一個 中天的防洋品品牌 CASE 皇家呵護 如會舒緩保濕凝膠 如果你跟我一樣 去外面曬太陽採訪 還是回到辦公室裡面吹冷氣打稿 曬傷了 舒緩了 保濕了都很重要 那麼就非常適合這一款 CASE 皇家呵護 如會舒緩保濕凝膠 支持中天 請上快點購購買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 010 下一個環優惠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脫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 TTS 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努力保濕